喂 你好 我是夏加露 欢迎锁电球的真金话 苹果因为限制iPhone的榜约价 现在是被公平会开罚了2000万 消息出来之后呢 有些消费者拍手就好 但其实也有人担心苹果会不会退出台湾市场 以后大家要买iPhone手机可能更困难 或者得要花更多钱了 其实苹果面对了各国市场一向都是高姿态 这不是只有在台湾而已 但是现在苹果为了要抢攻大陆市场 从明年开始要来跟全球最大的电信商中国移动合作 面对中国市场苹果能够一样保持住他们的高姿态 能够挺得住 或者会选择臣服呢 而另外国内网络建制落后一直是饱受批评 其中中华电信更是重视之地 现在张忠谋的手下大将蔡立行将空降来接手中华电信董事长 会强化台湾的网络竞争力吗 而面对了中华电信工会的大力反弹 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今天一起来关心 公民会对苹果开发2000万创下了全球首帝 以苹果的强势会不会选择不完了 从此退出台湾市场呢 而苹果手机iPhone将从明年开始 要来跟全球最大的电信商中国移动携手合作 消息出来之后苹果股价应声大涨 CN说呢这是苹果打下最后的战场 但真的有这么样的乐观吗 台积电的大将蔡立行空降中华电信董作 曾经是台积电董事长清定的接班人选 对于张忠谋的指令她是使命必达 甚至被称之为是小张忠谋 而未来她要面对电信4G争霸战 蔡立行能够展现出自己的铁血作风吗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为您介绍台科大管院教授吴兴鹏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为您介绍金周刊的科技线顾问 林鸿恩红根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最后一位为您介绍是拓普产业研究所所所长 杨胜凡所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首先想要带您来关注这个消息呢 是被放在了平面媒体的头版头 也就是刚才讲的苹果iPhone手机 现在是被我们的公平会给开罚了2000万 其实先前呢在4月份的时候 就有立委出面了检举 认为电信业者在来卖这个iPhone的榜约价的时候 关于这个售价要怎么样定 都得要先争取苹果的同意 认为这是违反了公平交易法 那么现在呢公平会的确认定 这是违法的也确定要来开罚2000万 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先带您来看到这则新闻的发展 iPhone新机上市总是引发抢购排队人潮 但国内三大电信业者卖苹果手机 榜约价却通通被苹果公司限定 公平会介入调查认定苹果亚洲公司 违反公平交易法第18条除以2000万罚还 那三家业者他们拿到手机把钱付了以后 这个产权就是属于这三家业者 所以在法律上苹果是没有权利去干涉他们 不只台湾 其实iPhone在美国官网上也明白标示出 搭配的三家电信业价格都一样 只是看不出来是电信代销或是买断的经销 而在台湾公平会强调从买卖双方邮件和合约中 确定苹果手机是被电信业者买断 资费和榜约价却还要苹果公司确认或核准 才会认定苹果违法 公平会表示台湾是全球第一个 对苹果限制榜约价格开发的国家 目前欧盟也在调查苹果公司的类似行为 关于新款跟旧款的iPhone手机之间的这个价差 价差的部分也必须要得到苹果公司的这个同意 苹果公司hold住了系统商的价格 当然也是为了不让手机价格往下掉 以同时期出来的iPhone5和Samsung Note 2来比较 32GiPhone5官方价从1月到10月都维持在21900元 但Note 2官方价大约掉了4000块 榜约价格iPhone510个月来也都没变是9900元 不过Note 2则是降价为5990元 公平会表示调查后没发现其他手机品牌有相同情况 目前先要求苹果公司停止干涉价格 否则将连续处罚 那对民众来说 王后iPhone价格是否因此降价 还得看市场供需有待观察 我们看到了苹果iPhone现在被公平会给罚了2000万 这可是创下了全球首例 大家也想持续来观察这之后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像现在呢平面媒体报纸甚至就下了这么一个标 说公平会呢是拿热脸去贴电信业者的冷屁股 因为毕竟电信业者不想去得罪这么样强势的苹果 甚至在整个调查过程都非常的消极 所以苹果的强势 首先要先起座长带我们来看到 这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苹果真的就会乖乖就范吗 可能大家比较不晓得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所有的旗舰机种通常会打7到9折 依照你品牌的强势的程度 跟我们电信业者强势的程度 所以呢如果以Apple的5S来讲的话 它的售价大概单机大概是25000 然后最后的价格大概是在6900嘛 你把它扣掉之后原则上就是电信业者会去补贴的 大概是在18000块左右 可是因为它很强势 所以大概是达9折左右 所以呢电信业者大概要补贴到16000多 可是大家可以看喔 你每个月不是付了1343吗 可是呢实质上你24个月 你是总共付了大概三万两千块 所以你把三万两千块减到呢 这些你补贴就是电信业者补贴给Apple的话呢 你会发现电信业者中号电信 其实每个月大概只拿到670块 不到你的费率的一半 可是同样的一款手机HTC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到最后电信业者可以从他身上 每个月可以拿到850块以上 也就是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单一个每个月 就会差到170元以上 所以变成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Apple的强势 可以导致这些电信业者 据我们了解 在台湾这三大电信业者 只要用Apple的手机 大部分都是赔钱的 喔 赔钱在做 所以用其他品牌的手机 反而是赚钱的一个状况 所以变成说 目前这样的整个的一个开拔的状况 会让反而我认为损失的 不是在电信业者 反而损失更大的是在消费者 消费者 对 消费者这一段你有可能 因为如果是贾伯斯 那就不用谈了 他是直接就退出市场 他说你这是很无理的 我只是要求我的产品 有一定的品牌的价值 对 那所以呢 我要去定制这些的一个规范 那如果你现在有这个要求 所以我就直接就不要了 那可能损失的就是我们消费者 可是另外在库克这边呢 为什么会跟中国一段谈 这也是一个延续的故事 如果以贾伯斯 他根本就不屑 他就说我中国移动 我可以不用进去 中国市场我也可以不用进去 没有关系 所以它有全球最大 但是它可以不放在眼里 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Apple的成长 它的手机的量 今年也不过大概从过去年的1.3亿 今年可能只剩下1.55亿 也就是说它的成长 过去可能都是远超过全球的成长 可能都全球大概30 40% 它可以成长到40% 50% 可是在今年刚好全球可以成长30几% 可是它却只能成长大概20%左右 所以变成说整个态势变的情况之下 库克这边在某方面 它并不会像贾伯斯来得那么强硬 包含跟中国移动 包含现在我们开阀 甚至我们认为可能只是提起一些诉讼 再看看整个后续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是欧盟开阀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事态就比较严重 所以它应该不会让台湾开第一枪 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会处于一个诉讼 或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认为到最后 本来三大这些电信业者就是损失的 但是是服务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到最后我们认为可能消费者这边 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 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有两种说法 有一派其实主的还蛮好的 像苹果日报做的民调 最有高达6成2的受访者支持 公平会的这项动作 但其实现在有一种声音出现 很怕担心在未来买苹果的手机 是不是你都被迫的要去买空机 要付出更多的钱 或刚才提出总统讲 有没有可能苹果就退出市场 因为大家记忆游戏是先前 台北市政府针对了Google Play 有做了一个相关的财阀动作 要求Google Play 一定要给大家7天的试用期 结果最后他们选择就是 我不要跟你玩了 我直接就退出市场 这样的历史会重复的上演 在这一次的财阀事件当中吗 红哥你怎么看 我想你刚刚讲Google Play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我们先讲苹果这件事 苹果这件事我觉得 我觉得公平会应该要展现一些作风出来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过去你在看这些 包括苹果包括三星都一样 他们事实上 他们的谈判力是很强的 所以他们在大市场跟小市场 他们的姿态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大家印象如果记得的话 当时三星出现写手们那件事的时候 我记得三星还发表了一个 看起来不太像道歉的一个声音 就是说他态度上他还是很强硬 但是在差不多时间 那个三星在大陆手机被人家爆出来 就是说那个手机爆掉 哇结果那个三星在大陆 那个态度非常谦卑 马上道歉 央视有一度骂得很凶 骂真心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这个其实媒体有没有站在 就是说消费者的立场去谈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当然不止媒体 整个社会的舆论等等 但是我们老实说 我们就这个在商言商来讲 苹果这家公司 它当然是一个国际级的公司 它去看每一个市场 我相信它会有不同的策略 因为各位想想看 大陆这个市场跟台湾一比 60倍的人口 它那个规模这么大 我相信它的确会有不同的态度 因为那个对它的财务报表 最后的那一览 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它会做这样 但是文化又讲回来 那市场小就 所以我们权益就不重要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件事苹果这件事 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公平会这样开罚下去 我相信苹果生意人 绝对不会说 那个马上就说要撤退 那终究这个是一个市场 它可以做嘛 所以这个我觉得 公平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出来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这个大家来协商嘛 最后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 那至于你说Google Play 也许我们可能不太有太多时间来做 那Google Play 我觉得那个是整个国际的 国际的做法就是这样 我们台北市硬给人家用一个 硬拗一个什么七天 我觉得那个是有为整个 整个就是说整个App 整个市场 它们的一个运作的规则 不过老师我们来看 因为苹果的高姿态 不是只有对台湾 对所有的市场都是一样 所以像是欧盟跟法国 在调查这件事情 也有一段时间了 欧盟说是发给电信商 一些问卷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回收 那现在我们首创世界的先例 我们对苹果开了这么敌枪 后续有没有可能 就像刚才首长讲的 如果欧盟也有动作 那真的苹果麻烦大了 所以后续有没有可能 其他的国家会跟进呢 是 不过我常常讲说 这个事件是管理学院 遇到了法学院 管理学院遇到了法学院 因为管理学院是 价格对管理学院而言 它是一个策略 因为我维持一个固定的高价 会产生对iPhone的 这个比较高价品 跟品质的一些的形象的产生 是一个品牌的形象 所以管理学院会用价格 来塑造产品的形象 但是法学院呢 如果就法律来讲的话呢 它是卖断 它不是代销 如果是卖断的话呢 那基本上我就已经卖给你了 那接下来的价格 我不应该插手 它这样子的行为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代销的行为 那到底消费者买不买单 自然会有供给需求的一些的决定 但是现在这个公平会 已经以法律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接受这件事情 你说苹果会不会离开 我觉得它不会离开 不会离开 因为我觉得毕竟 台湾在整个华人市场里头 算是在意见的影响力 或者是在整个的这个供应链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市场虽然小 但是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 说到跟苹果有关的大新闻 持续带你来关注 就刚才已经点到了 苹果呢 终于要跟全世界最大的电信商 中国移动来携手合作 有一种说法就叫强强联手了 那么最起码这消息出来之后 对于苹果的股价 立刻出现了帮忙 应声大涨将近四个百分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新闻 全球最大电信营运商 中国移动与苹果正式宣布 签署协议 将在1月17号开卖 iPhone 5S和5C 25号耶诞节当天开始接受预购